10月8日,涉嫌在7月沙田新城市广场冲突中咬断香港一名警员手指的22岁被告杜启华,在香港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受审。 杜启华早前被控两项蓄意伤人罪,一项袭警罪,并在9月10日被加控一项在公众地方做出扰乱秩序行为罪, 控方当天修改控罪,正式加控扰乱秩序行为罪,并将案件押后转至10月29日,在香港区域法院再讯。 据了解,杜启华是香港大学2019年毕业生,现在香港望角一家律师行做行政工作, 他之前被控多项罪名,获准以现金及人事现金各1万港元保释,期间不准到案发的新城市广场, 每周要多次去警署报道,时间为晚上7时至10时。 当天裁判官重新判定他以现金2万港元保释金替代人事担保,并将前往警署报道的时间改为晚上9时至12时。 案件发生于7月14日晚,有数千人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聚集,抗议修订逃犯条例。 警方于晚上7时许,以声明打算清场,并8次发出警告。 杜启华在未有受挑衅,也未有宣誓下,在晚上9时50分左右,用雨伞殴打香港警员叶卓轩的警后部,其他警员见状上前救援。 杜启华在混乱间用雨伞打高级警司梁子健的后警,令其跌倒。 梁子健用手挡住被告的袭击,其右手无名指因而骨折。 杜启华之后被制服,但仍在争执期间,把警长梁启叶的右手无名指末端咬断, 之后他拒绝在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。